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張專輯 就是這一張 Abbey Road 版的一代宗師 這一張一代宗師呢 同樣也是梅林茂的作品 那梅林茂是誰呢 其實呢 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紹過另外一張梅林茂的作品 就是十面埋伏 那一張原亮的顏色的那張綠膠 那那個時候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位 brother 在下面留言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從頭到尾呢 都聽成梅林茂的專輯 我說 這真的是為我提供了一整天的笑點 但是呢 他的名字叫做梅林茂 是一個日本人 梅林呢 就是亞瑟王裡面那個魔術師梅林的那個梅林 所以你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 那梅林茂呢 他非常擅長的用西方樂器跟東方樂器去融合 然後創造出一些 非常帶有東方色彩的曲調 那他在做音樂的時候呢 之前有講過就是他非常喜歡先設計一個主題 然後在那個主題上去做變化 那今天呢 介紹的這一張一代宗師呢 也是他的一張非常重要的作品 他是由這個王家衛導演的一部 我必須說非常精彩的電影 可是呢 看完的時候呢 你又會覺得 這電影很精彩 可是又有點沉悶 這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是王家衛的特色 等一下我們在講那裡劇情的時候也會提到 那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這一張的版本呢 是特別由 Ibiro 就是英國的那個愛比錄 重新混音重製的版本 他跟另外一個一般版的相比 聲音的效果有非常大的差異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一張一代宗師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這個之後 你說 陳寗 我也要來一張一代宗師 那麽呢 我必須說數量不多 在資訊欄裡面呢 這個 的嚴選商城 他裡面有個嚴選專輯 包括之前的實面埋伏 或者一代宗師 或者一些其他的嚴選專輯 不管是全新的二手的 通通都放在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 而且 因為二手的他會有斷貨的問題 所以 如果你看他這樣很喜歡 可是現在缺貨了 不要擔心 之後呢 我有找到會重新再更新我的 這個庫存上去 所以你 建議你 時不時的就回來看看 那如果說你需要一個唱盤 或者是音響 來聽這些專輯的話 在資訊欄的嚴選商城也有 那如果你不會選 沒關係 在這資訊欄裡面呢 有LINE 的連結 在旁邊呢 也有這個 QR Code 這些呢 都可以聯絡到我本人 那我來幫你挑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囉 這個一代宗師 這個故事呢 到底是說什麽呢 其實呢 他說的是業問 還有這個八卦掌的 這個公家的故事 這個業問呢 並不是我們習慣的這個真子丹 他是由這個梁朝偉 好帥的梁朝偉所演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專輯呢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平常很少拿出來的 因為每次拿出來 就是一個刮傷的風險 這裡面呢 有張子儀 這裡 可以看到嗎 這裡中間有張子儀 剛好被 甲匾的這個地方有張子儀 然後呢 翻開之後 這裡還有很帥的梁朝偉 因為呢 這一代宗師呢 我看一下他裡面有沒有其他海報 有的 有的 裡面有其他的海報 裡面有這個 一代宗師 這梁朝偉 然後呢 也有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像是 梁朝偉 在幫他老婆洗腳的畫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因為 那個 葉問裡面有說嘛 他這個葉問 他其實是非常愛老婆的人嘛 那所以他不是說了一句名言嗎 沒有怕老婆的男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這個是葉問的名言 那這一部的葉問呢 是由這個梁朝偉來演的 那這個呢 說這裡有個題外話啦 就是因為 我是先看了十環之後呢 才看一代宗師的 所以呢 看這個的時候呢 有一點不習慣 因為呢 同樣都是短頭髮梁朝偉 然後在那邊武打 就有一種 你的十環呢 你的十環去哪裡了呢 那種感覺啦 但是呢 我必須說 這個畢竟是王家衛導演的作品 所以呢 他跟這十環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十環呢 終究就是這個 好萊塢爽片 但是呢 王家衛作品呢 通常都帶有一些藝術的色彩在裡面 這不是說其他的電影不藝術 而是呢 王家衛的電影呢 都太藝術了 他會用非常多的 這種長畫面 或者是一些非常細小的一些變化呢 去展現一些 比如說像是 這個主角的他內心的變化之類的 那在這個一代宗師裡面呢 我非常推薦去注意的一個細節就是 王家衛呢 會用非常漂亮的方式去拍他的武打畫面 並且同時會用其他的一些周邊的小東西 去體現他的這一拳 有多強 這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看葉問的時候呢 葉問就是比如說真子丹啊 他就這樣 然後人就飛出去了 那你就想說 這看起來就是 太好的啊 就是他這樣一拳 人就飛出去 太不可憐 但是呢 在一代宗師裡面呢 他並不是這麼呈現的 他用什麼方式呈現呢 比如說像張子儀在最後面 這個橋段呢 在YouTube 上就可以找到 張子儀呢 他要報仇 幫他父親報仇 所以最後在火車站裡面呢 跟他的師兄 這個馬三 對打的時候呢 他要怎麼樣去呈現這個張子儀八卦掌的力道呢 因為八卦掌是一種非常霸道的武術 那他的 但是他卻又是女生 那你說 張子儀這樣子一推 結果馬三就飛出去 好像怪怪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用什麼方式呈現 他用張子儀雙手去推那個 打的時候 落空結果去撞在這個火車旁邊的欄杆 結果他這一掌 居然把那個欄杆呢 整個打起來 包括他下面的壁虎 全部都被打起來 或者是馬三呢 一拳打在牆上的時候 他上面盯著的那個鐵板就掉下來了 他用這種方式呢 非常細微的一些周邊小東西的變化呢 還有慢動作 去呈現他出的這一拳 這一掌 他的勁道是有多麼的大 讓我們畫面前這些觀眾才看到說 哇 真的是生死搏鬥啊 真的是生死搏鬥啊 而這裡的這個這種武俠片呢 雖然呢 剛看的時候呢 我太太說 這感覺很沉悶 而且呢 如果對明初的這些武俠 這些武術家呢 沒有認識的話 是完全看不懂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北方的武林呢 跟南方的武林有什麼關係呢 啊這個葉問呢 不是佛山最能打的嗎 那為什麼 大家請他出來 他又在那邊叽叽歪歪的不出來 這如果你沒有看過 你沒有看過葉問的電影 你沒有看過師傅 你沒有看過後援甲 你對這些東西呢 你可能就不會了解 所以呢 我會建議你 如果你真的看一代宗師呢 看不 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先看幾部 後援甲 師傅 然後這個葉問 就是真實藍演的葉問 最好呢 順便把這個李小龍演的那些什麼 那個 金武門啊 這些呢 通通把他看一看 然後黃飛鴻也看一看 這樣子呢 你對於這個 廣東的這個武術的這些糾葛 還有他在北方的武術的糾葛 跟他們之間的關係呢 你會比較有一個熟悉的概念 再去看一代宗師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這些鮮卑知識 一代宗師呢 你就可以盡情地享受呢 王海 這個王家衛呢 為我們帶來的漂亮的畫面 以及這個葉問呢 還有這公二 就是這張子儀演的這女主角呢 之間那種若有事物的愛情 這個呢 看的時候我們一直在覺得說 我葉問渣男呢 他不是很愛老婆 結果跟人家打一架之後就愛上人家 還做了那個大衣 準備要去東北找人家 他老大衣還是他老婆做的 所以呢 看的時候呢 真的有一種 葉問真渣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終究呢 這個愛情就是這樣子 有了開始 卻不見得有結果 就像這個大話稀有裡面說的 我猜到了開始 卻猜不到結果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呢 終其一生呢 這個葉問呢 跟這公二之間的情愫呢 終究是沒有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甚至連八卦掌都沒有傳下來 這是一個故事的一個比較可惜 就是 這故事呢 一個比較哀傷的結局 但是呢 他的音樂呢 同時也是非常精彩的 因為呢 我剛講過 他這個是 梅林茂做的 那梅林茂非常散場一些東方元素的音樂 所以呢 他會用一些東方的曲調 我們就從這個五聲音階呢 去衍生出來的 這種音樂 所以呢 他前面 的時候 但是 他為了展現他的這個武術的這個力道 還有他的速度 所以又多了一些 空氣的這種 嚇嚇 的這種聲音 其實這個音樂呢 跟他的畫面 就是電影裡面的畫面 是搭得上的 然後呢 再加上一些 咚咚咚 這種 這種中國鼓的這種 這種音效 所以呢 他的整體的配合 就是他前面第一首 就是這公二的主題呢 其實是非常震撼 而且音響效果非常好的 這一招呢 我非常推薦收CD 不是收CD 收黑膠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ABYRODE 版本的黑膠裡面呢 他裡面的那個鼓聲的那個下潛 咚咚咚的 還有他的那個玻璃碎裂的那個 咳咳的那種聲音呢 他的展現呢 會比原本的那個限量版的黑膠 就是最初版的那個 我之前有跟在那個頻道會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封面就張子儀跟梁朝偉的那一張 比他好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 如果跟串流呢 就是你在Qobus 上面找到的版本比起來 哇 那根本是天與地的差別 你在 Qobus 上聽的時候 你只是覺得說 這個音樂很好聽 曲調很好聽的 砰砰砰 很好聽 可是呢 那些飄散在空氣中的那些魚韻的那些味道呢 是聽不到的 反而呢 這個ABYRODE 版本的這個黑膠的一代宗師呢 可以讓你聽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空氣感都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而且呢 黑膠版的呢 他還把就是這個 龔若梅就是這個張子儀 對這葉先生說的一些話 把他剪在這個 配樂裡面呢 會讓你更有那個重回到電影的畫面的那個感受 那這整部裡面呢 有兩種風格的音樂 第一個呢 就是 音樂的主題 用前面的 然後 通通 這種主題 就是宮二的主題 去衍生出來的各式各樣的 音樂 其實這也是沒禮貌的特色 就好像我之前說的 你在石面埋伏裡面呢 他全部的主題 全部都是用家人歌 就是 北方有家人 的這個主題呢 去變化出各式各樣的主題 而在這個一代宗師裡面也是一樣 可是呢 一代宗師呢 他比石面埋伏又多了一點東西 就是呢 他有唱戲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一代宗師呢 他有很多橋段呢 是發生在妓院裡面的 那他發生在妓院裡面的時候 他裡面就有唱戲 所以他裡面有一首叫四郎探母 那一首四郎探母呢 就跟這個 整個一代宗師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純粹就是傳統的 唱戲腔的那種音樂 一些國樂 非常 的這種音樂 兩眼灰 作光 然後呢 再加上一些老上海的那種音樂 這是一些古老古早的這種中文歌曲 中文流行歌啊 這些的東西 所以呢 他其實是一張非常多變的專輯 我並不會說 他是一個非常適合拿來測試音響 因為 其他的音樂就是普通的音樂 那個唱戲的真的是純粹氛圍 有一次呢 我在聽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在聽說 你這個音樂的氛圍真的很好 這種國樂其實 我們用這個Fyne 這種聽這種唱戲 聽這個 這個樂劇 或者是聽那個昆曲 其實 也是非常好聽的 非常有那個感受的 所以 其實呢 我也是說他講在音響 不見得是一定要拿來聽古典樂 聽這電影配樂呢 甚至拿來聽相聲 你都可以真的好像聽到一個 真的在相聲呢 比如說像是相聲 這個吳兆男大師呢 真的站在裡面前 講給你聽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音響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這張一代宗室的音樂裡面呢 其實 他並不只是有他的主題而已 他同時還包含了一些當時 那些 老香港 或者是一些那些老中國的那些遊戲音樂 他也把他包含在裡面 是一張非常多變的專輯 但是呢 你要說最精彩最震撼的 還是第一首 就是這個宮二 宮若美的女主角的主題 哇 那真的是 非常的震撼 如果你的音響系統 他的中低頻表現呢 還有他的音場深度 跟高頻的那個發散呢 可以做得很好 這一張真的是一張非常過癮的專輯 他的那個玻璃碎裂的那個瞬間這樣 啪 那種 整個好像一整片玻璃在你面前碎裂 然後 飄散在空氣中的那個高頻 還有他的鼓聲的 蹦蹦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 非常的震撼 還有他的大離琴什麼的 那些細節非常滿 尤其是這個 Abbey Road 版本 更是讓你會覺得說 光是聽第一首就非常過癮的那種感覺 所以今天呢 這個一代宗師的專輯 這是裡面的冊子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這張一代宗師呢 我只能說 一切都很滿意 但是呢 如果他可以用這一張當封面 我會更滿意 不然這張看起來還滿像 Vangga 很像Vangga 的感覺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漂亮的畫面 比如說像是 像是這個很帥的梁朝偉 或者是他前面 前面這個張子儀 這個他要跟馬山要對決的那一場 真的超漂亮 我必須說 所有的張子儀的電影裡面 我覺得 整個讓我看起來張子儀最漂亮的 就是一代宗師 他最後穿著那個大腸 那個大腸 然後呢 展出八卦展了之後 我覺得真的是 那畫面超漂亮 真的不愧是王家衛的電影 真的是太厲害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如果看完這影片之後呢 你對這個 這個專輯 或者是任何的電影音樂 有任何的問題或想法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再來聊 那當然剛才前面講過啦 你想買這個黑膠也好 或者是專輯也好 或是這個轉盤或音響也好 在這個資訊欄裡面呢 嚴選雙層都有配好的組合 那如果還是不懂 沒有關係 在這資訊欄裡面 有Line 的連結 旁邊又有 QR コード 這些呢 都可以直接聯絡到我本人 那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那順便提醒一下 如果你發現你傳了問題之後 我已讀了 但是沒有回你 或者是很久都沒有讀 那表示呢 你的訊息被擠到後面去了 麻煩你再傳個訊息 把他擠上來 我就會看到 那我就會回你了 我不是故意不回的 純粹就是你的訊息被擠到後面去了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 你覺得說 陳寗的影片太棒了 我要支持你 那麼呢 在這個 這支資訊欄裡面呢 有這個頻道會員的連結 在旁邊呢 也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這兩個呢 都可以支持我呢 做更多影片 並且把影片做得更好 今天就聊到這裡啦 那感謝你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